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房價持續高漲 那它分為三種房子 收子產一部一部一部設計 那分別是14比16比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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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理想的狀態的房子不太簡單 兩三個月才找到 因為現在還蠻多就是頂家 或是有Bi之類的 租主的行程就是 你只能幫自己加資 然後才能讓自己的選擇多一點 然後去住到比較好的環境 現在的都會區的租賃市場 是屬於房東市場 那價格是房東說了算 其實租客是相對弱勢 你沒有喊價的權利 你如果要喊價 價格殺不下來 那你房東就沒辦法租你 你走路去學到要多久 大概是比較多 裡面住起來還要緊 跟著文化大學在校生洪子玲的腳步 回到他租地方 打開大門 先經過洗衣曬衣空間 轉個彎看出30坪老舊公寓 規劃時間雅閥 狹小走道只能一人通行 進到房間裡任何家具都是多餘 這裡是有男學生有女學生 所以我自己會習慣這樣子把它塞在這裡 那這樣會趕嗎 對 所以我都會開冷氣 開店佛山給他們吹 這是我的書桌 然後如果睡覺的話就會在那邊 然後偶爾的話可能會把船收起來 然後做一些運動之類的 雅房約一坪大小 家具只能盡量減少 這樣的空間 每月租金包含水電要6500 對北上就學的洪子玲來說 已是最划算的選擇 那個套房大概一年會花十多萬 然後雅房的話可能就 六萬以三十萬以下這樣 之前就是剛好有經過三級的時間 然後剛好就是在一群大學生正要找房間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房東自己研發出了那個 就所謂的視訊看房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同學因為太信任房東 所以他並沒有實際來三上去看過房間 然後所以等到那個簽約之後 他才發現那個房間跟那個房東 視訊看得完全不同 可能視覺上比他視訊看起來的還要小 或者是就可能是角度問題 然後也有可能就是房東有刻意隱瞞 租好男怕怪房東為男 也怕怎麼找盡視一堆奇葩 進入租網站隨意翻找 一萬元以內套房小小空間 看似應有盡有 但為了什麼都有 衛浴擺上洗衣機和電熱水器 洗澡順便一起清洗 或是怕家徒四壁租不出去 乾脆拿椅子板凳充當家具 既怕租不勝美舉實在是高房租 逼得租足不得不省點錢住怪屋 我們發現很多都會去進來 因為房租高漲的關係 很多民眾租一個月花不到 沒辦法負擔兩三萬的租的價格 他就只能去找兩萬塊 甚至一萬塊以下的物件 那這種物件呢 原本市場就很少 那有些房東為了賺這些 比較低收入戶的錢 他就把很爛的這種很爛的物件 他把它改裝出洗 所以出現了那種 比如說在陽台改裝的套房 或者在地下室規劃 切成好幾間套房 租金多高 從內政部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來看 106年為100.92 連續幾年都往上飆 110年104.49 最新公佈的月租金指數來看 今年7月來到106.43 年增率更是有紀錄以來最高2.06% 連續五個月上漲 持有的屋主呢 他如果入手的價格相對高的話 那他也會相應對去調整房價 那再加上現在可以看到 包括裝潢 裝修 甚至是想要請水電工 做簡單的整理的話 其實工料的成本都增加 房價影響租金發展 據房東最常花費的住宅維修費 每個月都呈現工料雙漲 以維修材料指數而立 今年初是115.5 7月121.91 代表基期年原本又115元 能買到的商品 現在必須花超過121元才能買到 就連工資維修服務 指數也從108.94增加到110.55 房東租屋成本增加 專家指言很難不轉嫁到租客的身上 台灣的租屋主來講單行很貴 因為薪水沒有漲 所以薪水沒有漲 只要不管房價或者房租一漲 就覺得很痛苦 但是你跟國外相比 如果以3%以上的投報率 來換算台灣的租金價格的話 台灣的租金價格 現在的租金價格其實是算偏低的 進一步從房屋報酬率來看 和其他國家相比 全台租金最高的台北1.57% 鄰近的亞洲國家上海 香港 新加坡 報酬率都有2.66%以上 東京曼谷破5% 只是在收入漲幅 不及租金成長的情況下 租屋族苦得很有感 加上台灣租屋人口超過300萬人 但是租的房源約80萬戶 租屋市場不利租客 給了惡劣房東危險租屋環境生存的空間 成租家的美夢每一步都艱辛 八大新聞馬上一上樓 台北採訪報導